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郑狂宇 欢迎收看郑狂宇每天三分钟激励你 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的生活经验 就是我过去呢 其实大概一两年呢 我都有收看苹果日报的 我把他的APP下载下来 然后每天就在看苹果日报上面的新闻 对不对 那么我不晓得各位跟我有没有一样的想法 就是你边看的时候边觉得 这个苹果日报真是每天在报导一些垃圾新闻 垃圾消息 然后呢用的言辞啊 用的这些标题都想办法 在揭发人性的黑暗面啊 然后呢在撕裂大家的 对这个社会善的一些期待 或者是造成这些族群之间的对立 所以你觉得你真的在看这些垃圾 所以我最近呢 这两天呢 我把苹果日报的APP给卸掉了之后呢 发现整个世界好像变得很美好 但我不得不说各位 苹果日报呢他们在新闻APP这个东西啊 真的做的蛮好的 就它的内容虽然是垃圾 但是蛮吸引人 整个操作的界面也非常的好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每天会收到很多不同的一些新闻的讯息 还有资讯 你是怎么样运用这些新闻资讯的 以我自己而言呢 我每次看到一些新的消息 我的目的啊 当时我下载APP的目的呢 我是希望可以知道社会发生最新的事情 然后我就可以写文章来发表我自己的一些观点还有想法 所以发生这些事情或者苹果怎么样把它乱写 不是那么重要 而是我怎么样可以透过我分析理解消化这些讯息 然后可以产生新的内容 并且把正向的一些想法还有想法给大家 对不对 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高度提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为 可是你呢 各位你自己在看到这些社会新闻事情的时候 你有没有像我一样 能够把它转化成让你自己可以墊高你在业界高度 或者是去发表一些你的想法 去行销你自己一个很好的一些工具 你有没有这么做 你如果没有这么做的话呢 你就很单纯的吸收苹果日报给你的消息 那么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非常的混乱 对你自己也没有任何的成长还有帮助 所以我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前一阵子呢 曾经大家有没有印象 有看到这个消息 就是说余天的太太李亚萍小姐呢 她被某一个学校邀请成为所谓的客座教授 然后很多人就在网络上攻击了爆料 说什么 她这个人凭什么可以成为学校的教授 凭什么可以爽爽的一个礼拜只要教几个小学生课 一个月可能就可以领六万块的薪水 到底凭什么 我跟大家说 你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可能有不同的想法 但我自己认为了 就以精力资历来说 的确 李小姐呢 被聘请成为这个学校好像影视科的教授 以她过去的资历 她的确是有这个资格的 就跟教育部报也不会有问题 那么现在就是很多人认为 你们家可能风评很差 什么之类的 那你凭什么 学校跟她是不是有一些私相授受的事情 我必须跟大家讲 如果我是李亚宾的话 我会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我一定会跟所有人讲 好 大家吵这个没有意义 我一切申请什么都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嘛 那么你们如果觉得我没有资格 来从我下一堂课开始 我就会开放直播 让所有人来看这个课程 然后由全民来评定我 到底有没有资格成为这个学校的教授 好各位你看 当你用这种方式来做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让很多人 真的就来看李亚宾的这个直播 然后来评定她到底有没有资格成为一个教授 如果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学者的话 对她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宣传 也可以让这个风风雨雨啊 这些批判就戈然而止 对吧 所以各位你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 你有没有像我一样 想办法把它转化成 让你自己想像你也是世界中的主角 那么你会怎么样面对去处理这样一个危机 来让你自己做更好的宣传 也提升业界的高度呢 请你像我一样这样子善用每一个你看到的新闻 优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